发信人是上帝 圣灵与耶稣 亲爱的小朋友平安 下凡哥哥很开心 又可以和你在空中见面了 上次我们说到 时间好快的 到了第一个世纪的末期 也就是大约在西元95年左右 这时候新上任的窦米仙皇帝 为了巩固皇权 一方面加强照顾军人 另外一方面就开始肃清 任何可能反对他的地方势力 这就包括了 不崇拜皇帝的犹太信仰和基督信仰 首先他对两者是大大的加税 他对当时还没有合法的基督教信仰 更是刻意的要去抓捕这些基督徒 要他们要不改信 要不然就重新面对重刑和杀戮 这可是让整个罗马地区 都开始大批压迫基督徒的行动 这时在以佛所带领 小亚西亚教会的使徒约翰 他们口中的长老约翰 就立刻被抓了起来 也被放逐到孤岛上去 这样大年纪的约翰 在那里又会发生什么样的事呢 我们先一起听一段好听的音乐 等音乐过后 夏凡哥哥再继续说给你听哦 老约翰因为年龄太大 逃过了上斗兽场的辛苦 可是仍然被放逐到一个叫做 拔摩的荒岛上 把这样的老人丢在这里 基本上就是让他自生自灭了 而且完全不能让他接触到教会的事情 在这样荒岛上的老约翰 对于能够被赦免 再回到教会弟兄姐妹之间的事情 早就不抱任何的期待 在荒岛上 他能多活一天就算一天 在他心里 仍然记挂着这些教会的弟兄姐妹们 常常为他们祷告 就在他的祷告当中 上帝就开始把许多有关教会 还有未来将要面对的事情来告诉他 并且写成了信件 好能够送给各个教会来鼓励他们 就在他收到上帝的启示之后 他开始记录下他祷告当中所收到的讯息 预备要送给各个教会 好知道上帝的心意 但有谁知道他能不能活着回去呢 对约翰来讲 那不是他需要去烦恼的事 他只管一步步记下这些事情 相信上帝自然有办法 让他的百姓知道他的心意 约翰就这样开始 把天父每天告诉他的 记录成我们今天所阅读的 新约圣经的启示录 所以这卷书一开始就说明 这卷书可不是出于他自己的想法 是来自于他所信的耶稣基督直接的启示呢 上帝之所以要给他这个启示 就是要让将来一定要发生的事情 透过他告诉这些上帝的仆人们 我想这就是天父对他所爱的儿女的帮助 在这样压迫重重的环境当中 看见上帝对未来的计划 这才好能够继续坚持所幸 得已度过这看来似乎没有尽头 甚至每况愈下的苦难吧 当然当约翰这样告诉大家 也是特别要表示 这是大家所相信的基督 差遣天使 亲自向他们所信任的上帝的仆人 约翰所启示的这一切 可不是虚伪造假的呢 在启示录的记录当中 有好多的灾难和警告 但是约翰强调这一切的信息 就是为了上帝所启示的这些真理 做见证的 懂得听到这些警告 就预备自己要听从上帝的人 可就变成一件超级有福气的事情 约翰还不忘记告诉每个 有机会读到这封书信的人 这些所讲的事情就在眼前了 大家可要把握时间呢 我想可能正是因为老约翰 原本就是在以弗所这里 帮助带领小亚西亚的许多教会 所以这些启示开始的时候 就从当时最具代表性的 亚西亚省的七个教会说起 上帝要约翰介绍这位 他所熟悉的耶稣 但是却用完全不同的方式 来表达耶稣自己 约翰说起 那他启示的来源 就是说他是从过去到今天 甚至未来都永远存在的上帝 还有那在上帝面前最完美丰盛的圣灵 还有那位这一切救恩的见证 也就是首先从死里复活 也被当作地上所有君王的统治者的 圣子耶稣基督 从他那里面得到的一切的启示 你会发现 约翰并没有把自己当作发信人 他说他是为谁代笔写的信 是这些信徒又熟悉又陌生的耶稣 圣灵与天父他们来写作的 这里强调了 那位他们所信的 为他们受死的耶稣 是真实复活 又可以跟天父放在一起相提并论的 最重要的他说 他是地上一切君王的统治者 对于这些活在罗马的统治下 痛苦求生的信徒们 可是非常大的提醒 帮助他们不要惧怕 这个看得到的威胁 因为我们所信的耶稣 是在这一切掌权者之上的呢 接着老约翰就强调 这位耶稣 也是要赐下一切 他们所需要的恩典 平安 给所有看到这封讯息的人 这位耶稣 就是那位爱所有人 而且为人们牺牲流血 将人们从罪恶的控制下 把我们释放出来的那位 当约翰这样一说 就能帮助当时的教会信徒 连接他们心中所信的救主耶稣 而且看到一个不同的样貌 他不只是满身血汗 双手钉横的憔悴耶稣 也看到戴着冠冕 手拿至高权杖的样貌 这伟大有能的形象 也是他们所信的耶稣基督呢 随后约翰谈到了 耶稣他之所以要拯救 相信他的人 就是要他们可以成为 上帝与人之间的祭司 他们不但将来要享受着 上帝给的平安与恩典 也是把这样的平安跟恩典 介绍给世上人的上帝的代表 是可以在上帝面前 服侍他的百姓 老约翰特别用这样的方式 来介绍他所看到的耶稣 也好像重新介绍了 他们所信的耶稣基督 这样一来 对这些一直要四处 东躲西藏的门徒们来说 这些现在所忍受的痛苦跟问题 到这时候会成为 他们表明信仰的机会 而每次的压迫 就是他们表明 所信的上帝到底是谁 接下来所看到的 就不再是受刑 而是光荣地 为上帝献上生命的见证机会了 其中他提到 他们都是被呼召来的 要成为上帝的祭司 就是鼓励每一位 看来失败 好像被人嫌弃 会被当成罪犯的信徒们 要勇敢起来 因为耶稣基督也曾经像这样 而现在正是在荣耀的上帝的身边 他也才是真正的掌权者呢 接着约翰又豪迈地写下 看啊 他驾着云来了 每一个人都要看见他 连用枪刺他的那些人 都要看见他 他来的时候 地上万民 要为他悲伤痛哭 这事必然发生 阿门 这就是他所看到的耶稣 是从天上架着云而来 而且那些曾经伤过耶稣的 不相信他是上帝儿子的百姓 这时候他也只能放声痛哭 因为来不及了 这个日子 这样的景象 必然要出现在他们的眼前 那时候 是他们来不及悔改的时刻呢 这是约翰不但看见 这上帝日子来到的这一幕 他还听到这位永远存在 全能的上帝说 我是阿尔法 就是开始 是亚米加 就是终结 这句话 好像就是回应着约翰所看到的景象 上帝自己对自己的一番介绍 那个阿尔法和亚米加 就是希腊文的第一个 和最后一个字母 上帝要表达自己 就是一切的开始 和一切的结束 所以约翰所说的 就是他们所信的 这位永远的上帝 要说的话 当然非常重要了 那到底他要跟教会说些什么呢 别忘了继续收听 好听的儿童圣经故事 也欢迎大家到 救恩之声的网站 儿童圣经故事的留言板上 留下您的感想或疑问哦 我们和您下次空中再见了 拜拜 拜拜 如果你喜欢听儿童圣经故事的话 你只要在电脑上打上救恩之声这四个字 就会进入救恩之声的网站 这样你就可以在线上收听到儿童圣经故事了 我们就下一次儿童圣经故事的节目中再会咯 耶稣西爱小孩小孩你你你 耶稣西爱小孩小孩你你你 爱小孩小孩你完全追究你 耶稣西爱小孩小孩你你你 耶稣西爱小孩小孩我你他 耶稣西爱小孩小孩我你他 爱小孩小我你他在他心上活 耶稣西爱小孩小孩我你他 耶稣西爱小孩小孩我你 你你他在派宫的 你你他在派宫的